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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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腾讯体育7月25日是根据日本媒体日刊体育的消息 日本J联赛执行委员会日前再次召开会议 讨论了关于取消日本J联赛限制代言的方案 伊涅斯塔和托雷斯登陆这一联赛成为方案的推手 如果这一方案通过最快将在下赛季执行中超专题 日媒截图J联赛执行委员会员本打算在去年年底 召开取消外员名额限制的会议 不过因为担心日本本土球员的出场级会减少 方案一度被搁浅 今年的5月份 随着伊涅斯塔和托雷斯即将登陆J联赛 在日本舆论风向出现转变的情况下 日本J联赛再次将此事提上了日程 日本J联赛赴以市长袁博石 向各队传达了取消外员限制的方案 并且向各支俱乐部征求意见 希望各支俱乐部尽早给出回复 根据日本媒体日刊几月的报道 J联赛的执行委员会 日前再次在东京召开会议 讨论了关于取消外员名额限制的方案 J联赛执委会对于伊涅斯塔和托雷斯 带来的现象极为震惊 J联赛成立25年以来 首次见到规模如此之大的报道团队 在日本媒体看来 是阶级巨型加盟J联赛 不仅能提升球队的实力 同时还会增加各支俱乐部的门票收入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如果方案最终得到通过 最快将于下赛季开始执行 目前J联赛的外员政策 未允许注册5人 包括三名不受限制的外员 以及一名亚洲外员 此外还包括一名 与J联赛有合作协议国家的球员 实际上 每支J联赛球队没场比赛 最多可以派出5名外员 但在亚冠赛事中 日本球队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有满外员名额 BEC7相关推荐 一联赛首秀替部登场 出战41分钟联送妙传拿瓦败局 托勒斯加盟这联赛 秒七杀岩队将于一联赛上演西班牙德 比神户主场观众创赛季星高一联赛首秀拿瓦败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